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止一次的病毒回来 所以就整件事情都很复杂 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去分析病毒株 都会不见得分析得出来 因为大家都是英国株 华航机师染疫已经属于多重病毒侵犯 指挥中心紧急对华航启动清零计划2.0 前舱机师将全数召回集中检疫 后舱空服员有派长城班有接触风险的 全数集中检疫14天 警疫期满采检药阴性才能回到社区 另外风险组和安全组机组员不能混飞 避免交叉传染 那现在其实最关键是整个把华航的 跟诺福特员工整个抗体悬应要塞一遍 因为目前好像只塞到机师 再来要塞到后舱的人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比如说地勤 比如说其他航空公司 我们比较不清楚的其他部门的人 最好全部塞一遍 华航诺福特群聚事件持续扩大 就怕本土个案再增加 指挥中心启动清零计划2.0 要堵住防疫破口 三选领者陈优荣 台北报导 再来